把一切散掉都消毒 你放心 又耍到七十的身體 喔 真的啦 走走走走 無法替你收 那你要讓他有信心 你要自己非常有信心 所以在我們供養之前 千萬不要每次供養都這樣 黏到臉線倒倒 軟到厚 還要黏嗎 明天還要做雜口 喔 很疼 喔 因為很多人有這種表情跑出來啦 喔 你要把每天都是當作新的一天 而且我只能說很久的 我倆沒有明天 我今天跟你講的 後三明天不是你死我都死 後來後死人才快樂 現在你就要相信 特別我在外國跑來跑去 這邊去澳洲 幾年跑來跑去 師父 師父 說怎麼樣 十五年了 你還寄得住 你還沒死喔 我也還活著喔 我們還見面喔 你從年輕看到老啊 我早就沒寄到什麼樣子 十五年 但是我就覺得 下回來又十五年 中世了喔 所以他們跟我講 師父你明年一定要來 好好好 在你未往生之前我一定要來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跟他開玩笑 希望要掛在心裡面 不要一直覺得自己不會死 你再多的房子 再這樣的冥王 在那邊做什麼會長 那些都沒效啦 對不對 趕快修行 有錢快拿來 給他散步 保持那錢不懂得對你對著 你錢買這麼一個房子 買又怕孫子 你到時候就不會照顧 看他剛才在找女兒 剛才亂開 你剛才很貴 腳在那裡不會照顧 因為你放不下 你執著那個房子嘛 所以我說你要放下 不然你們都這樣 台灣人不敢為澳洲買一間房子 就這樣守 後來地基主 我跟你講 靠那個再賺錢 這個不是生命的意義 我們回到澳洲 只要來 報恩澳洲這個母親 過去我們做過澳洲的人 我們要來報恩 趕快把功德給他們 將來再回來的機會不多啦 因為世界那麼大 很多地方要 要去結緣 要去還債 所以各位聽我的話說 你要把思想 調成這種思想 這種心態 去面對一切 你在背影你的孩子可以 背影他做婚 要一直給他背影 你要背影他做婚 你要有婚心 婚姓 婚婚 婚婚 做婚的行為給你看 叫做菩薩 他就會學你 你不能用洗乾淨的背影 所以 像你在背影自己一樣 我們也要把背影 人 不可以 一世人買了 也是幾句阿彌陀佛就OK了 沒有要念什麼 你為什麼現在沒有要念得好 現在沒有要相信 等到那一陣子 要CBC 念我念不出唇 現在你就相信了 現在你也這樣在做了 而且呢 為了讓別人相信阿彌陀佛 我研究勤電 阿彌陀金 無量壽經 觀無量壽經 哇 太莊嚴了 現在你 腳手好好 觀想阿彌陀佛 從頭頂觀到腳 做著蓮花 四色蓮花 什麼配件 這個叫 升起次第 各位要念心 升起次第 觀神菩薩 你這支手 什麼樣的法器 准提菩薩 什麼顏色 蓮花生大事 掛什麼 你要開始念 這就是讓你的心 專心在一個正面的 叫子官的子 我們叫升起次第 你要先做這個 阿彌陀佛 基督世界 阿彌陀佛重嚴 最好重嚴 哇 看得很清楚 你心就專心了 因為你專心在那個地方 不是專心在那個世界 然後呢 圓滿次第 什麼圓滿次第 你跟阿彌陀佛合一體 你就是阿彌陀佛 你就是在做阿彌陀佛的事 就這個意思 這個叫官修 也叫圓滿次第 也叫十項念佛 合一體 當下承擔 我是阿彌陀佛 幫助中心 你現在念第中經 我是第中菩薩 今天強調這個 所以各位 我們現在要做食供養 我們是代替 北部作生 墮胎胎鵝 動物亡靈 六道眾生 代替台灣 代替地球 好不好 做大共用 在英國39個人 當西爹裡面 都是越南人 代替所有過去被凍死的人 其實用一顆心 老母用一顆心 疼一個子 跟疼十個子 都那顆心 一樣 同樣意思 你今天敲導一個 墮胎胎鵝 跟敲導一億的 墮胎胎鵝 也是那顆心而已 不是說有一億的 你就敲導到 剛才倒極了 不可能的 所以阿彌陀佛 百千萬化身 你安住在佛性裡面 你要多少阿彌陀佛 就變多少阿彌陀佛 有人念十一遍阿彌陀佛 就十一尊阿彌陀佛的化身 去佛陀中心 最後你念越多 不是在念自己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就在出去了 了解嗎 像在噴 小朋友在吹那個氣泡 了解嗎 氣泡是空性 上面顯現阿彌陀佛的形象跟光 然後這個氣泡 就去倒閉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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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不在停 我這樣在出去了 停起來要做什麼 你就一直想要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一直去幫助別人 尤其去利益重生 兩塊尾底下 兩塊尾天蓋 兩塊尾露喊蓋 都讓他發起佛陀佛要生佛 所以各位在這方面 陰緣都是我們的作員 只要你補助看得到 了解 你都很盡力幫助他們 因為你相信三寶 你相信佛的力量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大共用 哇這個光地太大 特別我們大家想百貫再開 用佛陀佛來祈改 天降月的加持 一百兆倍的加持 只要共用一遍 我倆沒有明天 死也一樣 要有這個想法 沒有想說 這樣一遍夠夠 我放在七遍夠遠 比較沒信心 整期你如果四十九遍 有信心就一遍 所以有的人說 師傅你為什麼叫他唸七遍 為什麼叫我唸四十九遍 還叫那個唸一百零八遍 因為你們信心不夠啊 要我自己一遍就出家了 那你就是信心不夠啊 所以就叫你唸多一點 所以我想各位 每個人 因為你的覆蓋 這個煩惱 业障 把你蓋住 所以你會 你要是好 我相信 我可以做到 所以一個 成功的人都告訴自己 我可以做到 了解嗎 雖然希特勒是負面的人物 但是希特勒的意志 是我們可以學的 一個凡夫可以做到 可以改變世界 如果可以把希特勒 鍍成佛教徒 世界也有救 所以我等一下回想 回向希特勒 回向史達林 回向毛主席 這都有夠力 但是你要回想給他 你要感動他 所以各位本來就是這樣 古早的人 還在影響現代的人 就叫做 一個元清這組 就有辦法給你跳樓 就有辦法給你跳沉 你看 一頂元清這組 所以 一定要敲堂 來 水入空 所有戰爭死亡者 對立死亡者 你要回向給他 回向給他 不然他還在戰爭 他還在戰爭 鬼神一亂世界就亂 佛教教我們一定要 辦這個水入空操渡 這些孤魂軍隊對立的 他們整天都拼了 他這個意志力會影響到活的人 好 所以各位用這個心態 來替 眾生 我這樣講 意志力會 各位你在家都要這樣做 你一個人就代表 所有的眾生 我一個人在供養 但是我代表的是 力度所有的眾生 供養一切分 就像我們念那個點燈祈願文 是不是 願燈據成為等同三千大千世界 願燈住 謹成虛迷三亡 而且 讓十方諸佛菩薩皆顯現 眾生皆清見見土 願以彌陀佛 我那個境界就是一種 菩提心 一種觀修 一種承擔 你點一把燈 就是百千 你變成億萬斬 登供養十億萬斬佛 彈成慎重盡奉獻 各位你要融入 所以我經常自己 每一個地方我都點一個燈 我都在觀修 一把燈 這是什麼更叉叉 那意思 因為有個相信 所以燈點完再給他講一杯水 米 開始給他敲渡 我覺得 就算晚上睡到一半四季也很一樣 因為 盡力 盡力 相信 所以也希望各位要 把 在佛教裡面學的 用在你的生活家庭上 而且影響你的家裡的人 影響 有一次我那時候債家 人在上班 在沒用 我只要整個辦公室 在那裏面前 那時候放太陽光頭前 放地上沒什麼 我老婆在打招 我就在那裡念 秘書你 老闆你念這個 跪在那邊 這樣會發財嗎 因為 因為 他跟我在那邊 不肯不肯 但是我跟他說 因為我媽媽生病 這個賺錢不重要 現在孝順才是福報 所以我跪著 我媽媽 等一下就不會痛了 因為我替我媽媽痛 我在為他念三昧水灿 相信 因緣度到他 為什麼 後來我媽媽打電話來 我還可以跪 他接的 我找老闆 你跟阿兄說沒在聽 不用再跪了 他就眼睛看我 有用 我說你在想 阿嬤就你跪 你替別人跪 而且 因為我孝順 所以他覺得 生意就好起來 那一天接了很多 自動繳錢來的 不用去救 不過你看 這個孝順的福報 這個就是他有福報 我有心要度他 但是他有福報 他就不會退轉了 所以還有一個人 就叫善音力 就像我剛才說的 我告訴你 我世上 我兒子很愛聽的 錄音大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的 錄音大聽佛教故事 聽了派氣 派氣 派氣 爸爸你修理 我 我不會 不會喔 好吧 然後我本師釋迦牟尼佛 跑了 OK 他以後就這樣 他不用找我 這是他過去的善根 因為他說 念本師釋迦牟尼佛 都會好起來 所以這也是修來的 所以我的講的意思是 各位要 有百分之一百的 相信 雖然我們大家 沒辦法 聚會 但是這個法 在你心裡面 不能去 以後外面的 一切人事物 那個會變化 要看嗎 我們法才是我們的 一子 所以念一下 自一子 法一子 沒意一子 沒意一子 我們要以後自己 從自己融入於 善 善 是我們的事件 我們去以後外面 一切變化不上的問題 你要這樣 你要這樣 而且要做成 別人一子 你自一子 法治以後 法一子以後 眾生 因為你而 一子到三宝 所以 就算你在 中感情 你也都 悄悄 沒關係 一下就好了 那 比較不會痛 因為你有信心 才會痛 然後別人就覺得說 它很簡單 這沒什麼 所以我想各位在 你要把佛法 展現在你身上 那 你可以跟他們做 雖然我們不會念 但是對藏人而講 他們要念很長的遺軌 他們喜歡 那我們漢人呢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就改過了 因為信心 一念乃至十念 贏得超多 但是我認為 通通好 對我們大家通通好 只是因為 不一樣的民族 不一樣的個性 不一樣的修行方法 但是對我們來講 其實我們欲望很大 因為我們的信根成就 不用説一念 這句阿彌陀佛 有的人 我在打佛學院 有一個台大了 我那時候醒出來 他又比我更換出來 我在那裡練兩國 他沒有四國的出來 比我還要兩國 他跟他講什麼 我在研究整天 這句阿彌陀佛 就改過了 我剛才打佛學院 從那裡就出來 這樣 就來找我 他跟我說 我說你這樣說也不對 我們不用在裡面 看那些經 那些經 說那麼久 我三天就看完 我有看 我不是沒看 一本論 說那麼久 我三天就看完 我就都了解 我不用 那些經理 說兩年 說不完 說到頭 又接不到 要這樣 就要說什麼 不能把佛經 當作學校的教授的課本來教 佛經是拿來用的 所以我說 你雖然出來了 一心念佛 但是你要深入經障 要看 你要深入眾生 你要了解眾生 苦 了解佛法的 喚問不可思議 眾生無邊 煩惱無盡 你要了解 法門無量 你要了解 這樣我們最好 兩本就要醒悟 你千萬不要說 否定佛學院 那是因為我 不好意思 說根器比較好 我看一遍就不 我不用多改歲幾天 但是我就覺得說 年紀 我年紀那麼大了 我就 趕快出來修福報 因為我已經懂了這個道理 我問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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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慈悲啊 體悟佛法的歡喜啊 你喔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所以我們會回來扮黏佛 看誰黏通大聲 還黏不住的那個 黏得沒力氣 黏得燒聲 代表你不會黏佛 要黏那種粉 咖啡 天空也不會燒聲 那是粉在黏 不是你的黏 你在黏就一定燒聲 記得很久喔 像我 我老實講 我必須告訴我 我一上台我就承擔我是佛陀 這我不是臭鬼 所以我的聲音不一樣 我跟下台的心態行為都不一樣 我是當機 你有聽過嗎 我很相信 而且我有相信 我有那個悲心 我現在就在敲導故意了 這樣啦 因為我很認真 我要有這個信心才可以 所以如果你沒有 我起來在表現 我是煙頭 我是水果娘 你起了之後 還要抓抓頭髮 黏佛還在抓頭髮 不然你是在抓什麼 因為他忘了 因為他已經習慣這個外表 他就不記得黏佛 所以各位這一點你要承擔 當下即是佛 我即是佛 所以黏佑佛我們就有時候 我們就有時候 阿彌陀佛我們就變阿彌陀佛 我們就變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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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大乘佛教 密乘佛教是當下完全合為一體 叫密 所以你要用心去承擔 你來做這些黏要認認真好不好 要融入這個叫南魔 沒有我法二子 融入在圓滿的佛性跟法系 你要這樣給共用 哇 這樣說一句 好了 台灣人 我們稍等的共用完 馬上一人奔 十億美金 你哄阿彌陀佛 你要相信 然後那種無量無變的眾生 哇 大家都脫離痛苦 沒有那個五個多 大家都吃飽飽 都大乎 因為你給他哄阿彌陀佛 他就得到了 然後又回想給他們 各位這個叫修行 用你的心融入 這樣融入他們就都超多了 護持生命電視台 就有如在護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寶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電視台所聽到的叫法 運用在您的內心裡面 達到無我的空性 達到慈悲利益眾生 更要隨時收看 隨時護持生命電視台 就是護持三寶 護持帳號 1996-5232 1996-5232 護民生命文化基金會 大家好 我是喜耀署署署長吳秀梅 隨著台灣疫情趨緩 為了讓民眾逐步回歸正常生活 國內也啟動防疫新生活運動 希望民眾在維持良好的衛生習慣下 安心至餐廳用餐 提醒您 如果是大型聚餐活動 記得留下定位聯絡資訊 方便餐廳紀錄 用餐前後正確洗手 保持手部衛生 並落實了公塊母池 而餐飲業者 除了定時消毒桌面 菜單等器具 與環境外 除濕噴調時 佩戴口罩及勤洗手 也是持平衛生安全的重點 最後提醒 若有感冒 咳嗽 不舒服症狀 就要儘速就醫多休息 讓我們一起落實安心防疫 也兼顧安全舒適的生活品質 烏鴉反哺孝青 不知何年何月起 烏鴉成了人們心目中的不祥之物 誰見了都討厭 其實這是一種偏見 真倒楣 一大早就聽到烏鴉的叫聲 怎麼 你很討厭烏鴉嗎 是啊 烏鴉是不祥之物 誰不討厭它們呢 那只是人們的偏見而已 其實烏鴉為人類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 而且它還很孝順呢 烏鴉反哺你總聽說過吧 接下來的這個關於烏鴉的故事 發生在江南的一個小山村裡 在村子裡有一棵大樹 樹上生活著一隻烏鴉媽媽和她的兩個孩子 我的小寶貝 多吃點 多吃點 你們就長大了 在烏鴉媽媽的精心餵養下 這兩隻小烏鴉慢慢的長大了 已經能夠跟隨母親一起出去尋找食物了 孩子們 你們已經長大了 今天我帶你們一起去尋找東西吃 好嗎 好啊好啊 我要和媽媽一起去找東西吃 媽媽每天給我們找食物實在太辛苦了 是啊 我也要學著找東西吃 我學會後就找東西給媽媽吃 嗯嗯 我的孩子真乖 好啊 一個初夏的傍晚 烏鴉媽媽和她的孩子正在巢裡休息 絲毫沒有察覺到一條蛇 悄悄地朝他們靠近 烏鴉 嘿嘿 今天的晚飯有著落了 可不能讓他們發現 否則到嘴的肉可就飛走了 就在那條蛇 準備偷襲小烏鴉時 烏鴉媽媽 一下子驚醒了 有蛇 然而蛇已經做好了攻擊的準備 烏鴉媽媽抓準機會 像一道閃電一樣 叼住蛇的尾巴往上一提 飛了起來 她極力飛高 想把蛇從高空丟下來摔傷她 可惡的烏鴉 快把我放下來 你這隻可惡的烏鴉 你是想摔傷我 媽媽媽媽媽 媽媽叼著蛇 這是要去哪裡啊 它會不會危險啊 不知道 我們趕快飛過去看看吧 或許能幫到媽媽呢 對 我們應該過去幫媽媽 可惡的烏鴉 快將我放下來 不然我脫困之後 絕對不會放過你的 可以了 已經現在這麼高了 在這裡 將這條蛇丟下去 它肯定會被摔傷的 哼 我看你還敢不敢吃我的孩子了 可就在這個時候 蛇羞猛地昂起頭 狠狠地咬了烏鴉媽媽一口 啊 烏鴉媽媽慘叫一聲 和蛇一起坠落下來 媽媽媽媽媽媽 媽媽媽 快我們快去救媽媽 兩隻小烏鴉 聲音淒楚悲涼的 並且心急如焚地 在尋找他們受傷的媽媽 媽媽媽媽 你在哪裡啊 媽媽你說話 你在哪裡啊 孩子孩子 我在這裡 媽媽在那裡 媽媽媽在那堆草叢裡 我也聽到了媽媽的聲音 我們快去幫她 兩隻小烏鴉在草叢中 看見了自己的媽媽 她傷勢很重 已經沒有辦法 飛起來了 媽媽媽媽 你傷得嚴不嚴重呢 媽媽你覺得怎麼樣了 孩子別難過 我沒事的 烏鴉媽媽 用尖繪摸摸孩子們的羽毛 輕輕叫著 好像在安慰他們 沒事的孩子 不要哭了 我不是沒事嗎 媽媽 現在天色越來越黑了 我們要趕快回去 留在這裡是很危險的 是啊 要是被野貓發現了 那就糟糕了 你們說的對 我們不能留在這裡 要趕快回家的 媽媽 你的傷太重了 是啊媽媽 你不能飛了 就由我們背你回去吧 你們背我回去 這可行嗎 怎麼不行呢 我們都已經長大了 是啊媽媽 我們都長大了 就由我們背你回去吧 嗯 嗯 於是 一隻小烏鴉 蹲伏下來 讓烏鴉媽媽 爬上背 排動翅膀 騰空飛起 烏鴉媽媽 則極力 煽動翅膀 以減輕小烏鴉的負擔 並使自己身體 保持平衡 儘管小烏鴉 長得十分健壮 但是要拖著媽媽 飛行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她使盡浑身力氣 拼命 扇動翅膀 卻還是 飛不高 飛不穩 她只飛了四五十米 就累得支持不住 只好降落下來 孩子 這樣太累了 還是放下我 讓我自己 飛回去吧 媽媽 你的傷這麼重 哪能還飛得起來啊 是啊媽媽 哥哥累了 還有我呢 我們倆輪流 將你背回家 好的孩子 哥哥你累了就休息一下子 讓我來背著媽媽飛 就這樣 兩隻小烏鴉 飛一陣 平一陣 終於把烏鴉媽媽 背回了巢裡 媽媽媽媽 你看 我們馬上就要到家了 烏鴉媽媽的傷勢很重 傷口化膿潰爛 散發出難聞的臭味 那肮脏的濃水 把巢裡的軟草都泡濕了 現在巢中的草都濕掉了 我們給媽媽換一些乾淨的草 這樣它才會感覺舒服一些 對 我們還應該給媽媽 多帶回一些食物來 讓它多吃點 這樣才能更快的康復 於是 這兩隻小烏鴉 把巢內的髒草先走 又找回乾淨的軟草 把巢弄得更乾淨了 然後兩隻小烏鴉翻鉱 一隻守著老烏鴉 一隻去為老烏鴉尋食 在餵到老烏鴉嘴裡 在兩隻小烏鴉的細心照料下 烏鴉媽媽傷勢 漸漸的好了起來 幾個月後 它已經完全康復了 一家人又能相親相愛的 一起在天空中飛翔 媽媽 你真厲害 身體這麼快就恢復 是啊媽媽 我們都有些追不上你了呢 這得謝謝你們啊 我的孩子 如果沒有你們這些天的細心照顧 恐怕我早就死掉了 我們的心就像念佛一樣 一心歸命 阿彌陀佛 在思想行為上是同行同願 四十八大願 願同理大眾 勸進行者 揭發菩提心 念佛深淨土 為了成員再來度總身 所以我們也在真實的歸一三寶 而得到了八觀摘戒 乃至無上菩提心的 八觀摘戒的戒體 來圓滿我們的菩薩道 我們修行大乘佛教 就怎麼想都是別人都是大家 不要想自己 你想了自己業障就來了 為什麼他要對我這樣 為什麼我輸他 如果你贏他你會驕傲 輸他你會自卑 會覺得別人對不起你 所以為什麼講無我的智慧空性 只有利他的悲心 要保持在這樣子的狀態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一直想著重視 一直利益對方 那慢慢你這個我就跳開來了 哎呦我身體好痛 那你就會抱怨 哎呦眾生好苦啊 那你就悲心了 因為你的痛會轉成眾生的苦 當然既然講無上菩提心 那各位什麼要具足呢 第一個要具足三歸一 第二個要具足五界 第三個要具足十善業界 第四個更要具足四紅四焰的菩薩界 更重要的各位在持咒 哪個要具足三枚業界 四焰永不死 退轉的四焰界 那這樣呢 願自己能夠快速成佛 更能夠快速的度眾生 你會看到了 你會看到了 那麼多燈 還有一瓶 你會看到了 那麼多燈 你會看到你